在2014年的9月 信息計劃區的無星街那邊 它有一個配售的國宅 它要改建 改建為九層樓 在挖地下室的時候 挖到了一根大木頭 那個大木頭 它的廠差不多30公尺 那它的整個 這個周圍差不多3.5公尺 整個算起來應該超過50公噸 結果挖挖挖 這個爛的木頭 要叫人家拿走還很麻煩 結果挖了兩天才挖出來 挖出來以後 就有一些木頭的玩家 台灣有很多在玩木頭的玩家 就去看 看了以後發現 這不是普通的木頭 這可能是烏木 那烏木在大陸叫做陰塵木 烏木就是在整個地殼變動 地震 還有比如說像這個土石流 還有一些像這個淤泥 然後把一些大的樹 非常大的樹 整個在地下裡面 在地下裡面 在完全沒有空氣的情況之下 在那邊形成了一千年 兩千年 甚至幾萬年的碳化 這不得了了 烏木 結果那時候他們就很擔心 因為這是配色的國宅 萬一挖出來 政府說這受政府的 他們就拿到五谷去 藏了兩年 那現在2016年9月 他們這個地方落塵了 就把這個烏木當初再挖掉的時候 因為太長了就切成三段 非常可惜 那現在就拿來我們來看 就變成他們那一棟大樓的 共同的資產 變成一個擺設在那邊 你不要看那一小段 那一小段你現在看到了 可能價值超過千萬以上 這個以外 中國大陸在去年的六月江西 也是一樣 有一個農夫在河邊 就看到一個樹芽 一直樹芽 就永遠長不出來 就挖看看 挖看看 挖到也是一個烏木 24公尺 它沒有那麼大 只有1.5公尺這麼寬 但是它重多少 重80公噸 你會覺得很奇怪 它一個碳化的那個程度 更嚴重 很扎實 更扎實 結果挖出來以後 也是挖了兩三天挖出來 政府的人來了 說這是屬於政府的一個公有財 所以政府也在搶 民間也在搶 因為在清朝的時候 這種陰塵木 這種烏木 只有皇家可以用 其他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用的 所以現在搞不好你家 地下室稍微挖看看 搞不好你那個老屋不值錢了 挖下去挖到烏木 不得了了 所以現在大家開始翻修自己的家 那個是皇帝財 我問一下那個律師 這個所有權人 到底應該是算誰的 他在公有土地上面 往下一挖 他挖到了一個千年的烏木 或者是在我自家自宅 對 如果不值錢 那也就算了 那結果算出來的話 可能是價值上千萬 現在的話 那個住戶他們就自己 把它分成三段 放在他們自家的門口這樣子 變成裝置藝術了 這是公有財 還是私有財 因為他國宅的話 我們現在是沒有看到藤本 如果說他國宅 他當時候可能是有買到土地 如果土地已經私人私有化的話 挖到的東西應該都是他的 大家公有的 對 就是說這些住戶共有的 那如果說其實法律有特別規定 你挖到一些礦 那是國家的 就算你土地是私人 也是國家的 所以烏木還沒有規定對不對 所以趁當還沒有規定 所以趕快開挖 我認為這個應該是屬於住戶 不過滿神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台北市的話 你居然可以看到 挖下去居然可以看到 千年的一個烏木 所以台北盆地 可能這個地殼 以前可能是什麼樣子 這樣的一個烏木 居然會出現在台北 聽說葉大哥 你是奇木專家 這個烏木你有研究 它到底怎麼形成的 烏木是這樣子 就是說有地層變動的地方 它都有可能會形成 所以台北好像也是一個地震帶 它們有一個斷層 無星界那代常常有 對 那早期 因為它形成最少 我們要看它顏色會有點轉變 都要三千年以上 所以你看這一棵應該是什麼木 烏木 是什麼樣的木頭的烏木 我個人看它的樹種 其實那個鑑定可以出來 我個人看好像是加東木那一類 加東 因為它的樹形對不對 樹形 也不一定會很準 其實大哥在台北市的盆地裡面 會經常往下挖 會挖到這些奇怪怪的東西 早期台北湖 我們從整個地球的 這個角度來看 有非常多次的所謂變動 像這次夏威夷的大島 火山噴發對不對 就是說地殼在變動的時候 原來的一些樹林 或者是那種鎮葉林 就被埋在土裡面 埋在土裡面 有些很快就腐朽了 什麼原因 因為它的油脂不夠 油脂夠的一些樹木 比如說我們講說檜木 或者是蕭南 紅豆山這一類的 它們擺得越久 它反而那個質地越紮實 然後外表的一層 木頭分外木跟新木 新木的部分是專門可以用來做 比如說做雕刻 或者是做家具 比如說我們講說黃花梨 什麼叫黃花梨 就是海南的 是這個降坦紫藤 這種樹不是切下來就可以用 是切下來以後擺在旁邊 擺個三年 五年 等到外財腐朽 風化 風化以後 再把新材拿來使用 所以這個葉大哥就收了非常非常多 然後他的庭院裡面都是大木頭 讓它自然風化對不對 就是用這個方法 那現在他還把這些大木頭 經過這麼多年 二三十年的風化之後 整理整理 把它蓋成了一間房子 我們去看看這個房子長什麼樣子 其實我從年輕就蠻喜歡木頭 慢慢慢慢你覺得 其實我們也是自然一部分 像我用的木頭外皮弄掉 表皮一定會流整 就把它磨一磨 磨到不會割到我們的手 這是牛樟烏木 特別是因為它是南澳出土的 地層劇烈變化的時候 被沉到水或者是地底裡面 陰沉木一樣的意思 完整的 完整的 然後碳化呢 碳化就是它的整個都黑色的 你把它聚開裡面也是黑的 那是整個碳化 就是木炭 水起的話就像我們裡面有一根 那個牛樟 它皮都不見了 它一個方法就是碳14鑑定 它的價值是上千萬 也有人 曾經有人報導賣到三千萬 一棟房子 對我們來講它是五價 來6500年到7000年的一個機翼 我自己也就覺得很神奇 怎麼會遇到它 像這個是檜木 三吋半 對 像後面這個是老檜木 我就拆房子的檜木 也非常好用 怎麼沒有名 那個經過風花那麼久了 要切開才會有味道 像這些門板都是 這個就是以前的普通木 是現在的上材 所以常看到很多不規則的那個樣子 對 然後還有釘子的痕跡 像我們的吧台裡面 那個其實都幾乎快爛掉了 就是讓它的生命機器源系 那個機緣我們就去買到它 錢只是一個戒指 那個霧它的價值其實是 是那個霧本身 我覺得不一定要檜木 很多木都非常好 我們也有金石楠木 也有無葉松 也有黑松 這個餐桌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是真的船的船毛 真的輪船的船毛 把它做成桌角 這個一截是14.8公斤 這個桌子 桌角 連那個內部的支撐鐵架 就是110公斤 金石楠木 對 這金石楠木 就是金石楠木 對 變成餐桌 對 你當客人在這裡吃飯 對 因為這個我也收藏不少 這個是樹森 市價當然是貴 但是你把它放在那邊 躺在那邊 沒有意義 就是我在看而已 就是喜歡我 對 就是陰塵木這一類的 我滿喜歡的 有年紀的木工 對 有年紀的 對 因為我們也有年紀的 對不對 所以喜歡對象要門當護隊 對 我們也滿感恩南澳 對我們的恩典 因為我們來這邊花展那麼久 希望所有來南澳的人 我的辣椒館 能夠提供給他們一個 很自然 鄉下浪漫的實況 好 我們特別歡迎我們這一位 奇木專家 我們的葉老師 葉老師 我剛剛看到了 您收藏的這一些 這個奇木非常的多 是 你剛開始為什麼會投入 奇木的收藏 因為我去發展這個辣椒 那個區域就是在宜蘭南澳 那這一邊的那個木頭 每一個颱風下來 就非常多 是 那邊有很多的漂流木 非常多 那以前那個很大根的 30年前 是 就是直徑差不多8尺 長度50尺 20萬就搞定了 這可以買到了 一顆圓木就是20塊 而且以前政府的規定很簡單 它就是你 有了木頭再去零路局報 它來看 然後就是紅塊幾立方米 連一個照片都沒有 然後連那個什麼 那個橘木幾立方米 就是這樣子而已 大概講的是30年前 30年前 現在是不能 你隨便去路邊 海邊去撿 那些橘木的話都犯法 我已經7年沒有買這些東西 在當地 你隨時會在河床上 尋一下有沒有流木 我從來我有怪手什麼都有 但是我從來沒有去撿過 對 因為不要以那個 在地的百姓爭取這些老天 送給他的東西 是 就是百姓收了之後 拿來給你這樣子嗎 就是去看 但是看當時要有技巧 你去看一定要把錢帶滿滿的 那個時候沒有500跟1000嘛 可能要用小布袋裝 看好了 吊車什麼 馬上講好就來 不然你回到家 被人家來看 他又比較多錢 加錢又漲價了 對 是當時收的一個方法吧 對 就這樣子每一年 就這樣子收收收 收了幾千噸也不知道 然後所有的地方都放不下 又埋在地上 地裡面就這樣子 再埋下去喔 埋在我的土地裡面 那個新衣區那個挖到了 是不是你埋進去 之前有人說 那是搞不好是 之前有人埋進去 我活不了100年 那個要3000以上 所以好像我們看到那顆店裡頭 鎮店之寶那顆烏木 就是這樣挖出來的 是 不是我的挖出來 那是別的農民的地挖出來 對 是 它正好在整地啦 它其實不是只有那一隻 那一隻是比較長 有差不多8米 那為了要放到那個 裡面就把上面的那個3米 2米多 3米把它剁掉 所以你也把它剁掉 剁掉 然後做了非常多的那個 那個什麼 手珠啊 那就是跟朋友分享 也好不容易去就收到 你今天好像也有帶來嘛 那個是金石楠木 那是金石楠木 所以是這一顆啦 這一個 這個是牛樟 對 所以是牛樟烏木 這也是你剛剛說 也是同一批出來的嗎 同一批 同一批裡面有牛樟 有扁駁 有紅塊 都是深貴的木材 對 就是我30年以來 第一次看到 然後我當時買也不懂 但是那時候是價錢 其實也是不錯的 就是用一般的塊木的價錢去買 買這個牛樟烏木這樣 剛開始是我 我去看了跟人家討價還價 然後人家不理我 所以這個陰塵牛樟烏木 就是看起來 就是顏色真的比較深一點點 對 如果跟它原本 這種陰塵烏木 就是在這個河床下面 大部分都是在河床下面 在20公尺到30公尺之間 那個可能就擺 可能一壓就壓到幾百年上千年 才會到達到這個程度 也就是說該腐朽的全部都腐朽了 不會腐朽的東西還會存在 他就堅硬著留著這樣 不過其他一個剛剛講的是在 河床地的算是水塵嗎 水塵 還是泥塵 是 還是沙塵 因為他不懂的形式都會發生 都有可能 就是四種情況都會發生 葉大哥你收藏的這個呢 烏木牛樟呢 這個是泥塵 泥塵 所以它是在 埋在地層裡面的 它是在地層裡面的 地層裡面 就是農田底下的 其實也沒有多深 大概可能不到10米 不到10米 那有什麼樣的不一樣嗎 那後來我去看看那個山 我個人在猜 因為我也不懂地質 那個山是很獨立的一個 旁邊又是山 另外一面是大海 那是不是以前那山是黏著的 還是一個大的變動 然後被扯開 它旁邊的樹木 樹木在那邊 它應該是說 它原來是在高山上 高山因為地震什麼 這個木頭就掉下來了 掉下來了以後 河床又跟著變動 所以它被埋在河床下面 河床以後慢慢 河床也會改變 改變 改到別的河道以後 舊的河道就變成農田 所以容易被挖到 所以是那個大地的一個變化 就是隨著每一個世紀裡面 大地的一個變化 但是當時 對 它遭遇了很多事 當時是不是 您有把它拿去過鑑定過 有 我就很好奇 因為我首先是不知道烏木 所以去討價還價 過了一個晚上 我查證問大陸的朋友 原來這是烏木 後來睡不著覺 第二天趕快就不出價 把他全部買回來 還是這樣子 對 是這樣子 這個陰神牛樟木 也是烏木牛樟木嗎 好 其實你還經過碳14的鑑定 結果呢 結果怎麼樣 他幾歲了 6500到7000 6500到7000歲 然後他自己來找你 對 但最近我覺得這個也不久 因為我在研究那個 岩石 岩層 那個隨便都是上一年 是 我覺得還好 石頭當然是 幾十億年都有可能 那我們請那個 秦大哥幫我們看一下 那他是說經過那個碳14的鑑定 6500年到7000 可是我這樣子看的話 我就覺得他就是 就是一個朽木這樣子 對 他就是一個爛木頭 到底怎麼去分辨他 他是真的烏木還是怎麼樣 我知道原本牛樟的顏色 是長這樣 對不對 原石是這樣 但是因為變烏木之後就 真的只能看顏色很深這樣子嗎 其實味道也有點連同 聞起來比較沉一點 最主要是這個沒有拋過 如果拋過的話就會變這樣 但只是顏色會比這個深 顏色會很深 問一下葉大哥跟葉老闆 你那個 這個有切過 對 我有切過 在這裡 你看 所以這個只是它一小塊嗎 對 就是它很好玩 你剛剛把它切下去的時候 它是綠色的 墨綠色的 剛出來就墨綠色的 慢慢慢慢它就又變成 稍微黑一點 深的顏色這樣 所以它有點綠色紋路在上頭 它其實你給它反光的時候 你看它有沒有 有綠色的空子 好香喔 我這邊聞到味道 就是牛樟的味道 牛樟很香 你在說牛樟的特色 就是有點像沙士的那個味道 是 那你那時候收藏這個是多大一塊 其實這個全部有一輛卡車 然後電那個只是其中 一支比較長一點 而且它還把前面的三公司 它並不是比較胖 所以我們有沒有辦法估說 那時候你買入價格是多少 一堆就是買幾百萬 一堆 幾百萬 我們那邊買木材是算堆的 算堆的 對 去看一看 這一堆多少錢 我們自己心裡知道幾頓 然後它的那個 長度 大財小財 大財是怎麼樣 我們可以看 你看這邊就有一個雕件 這邊有一個雕件 這個雕件就很漂亮了 這是金詩南嘛對不對 這是金詩南 而且這裡也是鷹塵墓 這是鷹塵墓 金詩南鷹塵墓 市人內行 對 而且是2017年的時候 那時候買的價格是大概12萬元 對 我大概大陸 因為我們在那邊做生意很久了 那我看他們在炒作這個東西 很恐怖 那價錢很高的時候 我們很喜歡 但是我們不敢下手 因為那個中間落差好大 那14年年底 整個崩盤 包括剛剛老師講的這個 海南黃花梨 這些都崩得很厲害 那時候我就開始 找看有沒有可以下手的 所以那時候就看到了 所以你就看到這一塊 但其實不是 我是怎麼買 我是買圓木 堵木啦 跟師父一樣 堵木 就是買圓木 這樣有大有小 那因為我們在台灣 買木材買很多嘛 這個是板根嘛 就是木頭的根 木頭的根有彎曲 它一定有皺褶 皺褶就是花梧 那個再大的金絲楠木中間 我們花紋照一下好不好 讓觀眾朋友也自己 其實也可以請導播 把燈關掉 燈洗一下 這很像虎斑 而且它也透出那一絲絲的 那種金絲的光澤 這個就是金絲楠木的特點 金絲楠木的特點 如果金絲楠木如果做成首串 它也是這樣子的 福光也是這樣子的 那其他哥 它那個金絲的話 跟它的密度有沒有關係 它的好壞跟密度有沒有關係 金絲楠木的密度跟油 那個出油的油性 都比一般的木頭高 所以說自漢以來 漢朝以來 只要是蓋宮殿 就是宮廷或者關牙 這個時候一定是用金絲楠 所以金絲楠是棺木 不是棺材的木 是官方用的木 一般人不能用 這個金絲楠木的來源 就是從四川盈南 透過大的長江 然後用這個 用河水分運嗎 長江水分運 然後由河水來進大運河 從大運河運到北京 所以你看紫禁城裡面 所有的宮殿都是金絲楠木做的 大柱子都是金絲楠木 那就是老廖 我也很少看到 這麼漂亮的金絲楠木 這是真的 真的 所以現在要找這種金絲楠 而且它是烏木的話是很難的 最重要的是你也帶不出來 如果你要帶一塊金絲楠木來 恐怕是帶不出來 這個炒作的關係 所以假的也蠻多的 假的也蠻多的 老師應該很清楚 假的很多 假的它怎麼放 染色 其實它沒有 有什麼去替代 它沒有碳化之前 是一模一樣的木材 是這樣子的 這兩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一個是烏木的 陰層烏木 一個就是金絲楠 金絲楠這個花紋看得很清楚 這個花紋更漂亮 但是這個是烏木 老師我們比較一下 就顏色比較深這樣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 同樣是金絲楠 一個是現在的金絲楠木 一個是放在地層 大概幾千年的時候被挖出來 它就變成做成這樣子了 所以這是當然 這個心腸的角度各有不同 不過當然這個 銀層的金絲楠木是比較貴的 比較貴的 當初其實葉大哥 他都是買大木頭直接過來 如果像現在 我們比較好奇 如果像現在 他已經完成了雕建的話 它的價格 它的價值 它本來 葉大哥你那時候買是12萬 2017 2017年 這是小平 這個雕的普通 並不是雕得很漂亮 最重要是雕的原因 是因為要把它帶出來 帶出來 因為沒有雕不能帶出來 對 你在這裡 原木出不來 原木出不來 是 所以我說 你找了一個人雕一下 然後就說這是雕刻品 我買了一個藝術品 然後就帶回來了 是 這個原因 這是很漂亮的 是 所以這個2017年 在趟路買的這一個 櫻城金絲楠的這個雕建 當初買的金額是12萬元對不對 是不是可以請秦大哥幫我們 建價一下到底多少錢呢 50萬 很漂亮 這個金絲楠木 它是一整體 就是板根的一整體 然後這個造型 跟它發出來的光芒 可以講說現在已經很少看得到了 金絲楠如果說就是做 就是由金絲楠木來做的手鏈 這邊有對不對 這個手鏈 這個手鏈 它那麼輕 這個手鏈你買多少錢 好像有1萬多塊吧 1萬2千多塊 因為這是小品 都是一起大大小小一起買 是 這也是金絲楠 很漂亮 這可以看得到它的 看得到它的這個光線 可以看得到它的光線 很漂亮 很漂亮 這個大家可能買就要1萬2千塊 就這幾顆就1萬2千塊 就這幾顆 是 很漂亮 而且它就是會自己 一直閃耀的那個光芒這樣 它這個都會一直有味道 有香氣 都還是有香氣 這邊也有一個金絲楠 對 你看這個非常明顯 你看它的紋路 金絲楠木就是這樣 這麼漂亮 就是這麼漂亮 就是自然的閃著 那個金絲光芒 對 有一點那個虎眼的味道 那秦大哥 他有沒有說 那個金絲楠它的那個圖騰 就是它除了絲綿之外 會不會再出現什麼鬼紋 對啊 有聽說什麼鬼面紋 其實那個是花梨比較多 或者是雞翅 或者酸枝 這幾種木頭 比較容易出現鬼面紋 而且鬼面紋是櫻木 什麼叫櫻木 就是樹瘤 樹瘤的部分你切開 比較能夠有鬼面紋之類的 這些東西 一般的樹幹切開不會 大概就是這種紋路 或者是這種紋路 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剛剛講到 像是虎斑紋 對 虎斑紋這樣 這個金絲楠木的一個特點 金絲楠木的特點 金絲楠木除了 除了可以用來做建築以外 另外這個帝王 帝王將項 一般如果他們如果去世了 可能就是需要用 用這個金絲楠做棺木 像我們去參觀十三林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出來 這個十三林的所有的帝王的木 都是用這個金絲楠木來做的 十三林 是 那我們想知道是說 剛剛這一個 這個雕件 帶出來才不到一年 就已經是翻了四倍 四倍價 所以最重要的是 你有錢買不到 你有錢買不到 那如果像是那一個手租的話 剛剛講的金絲楠成木手租 因成木手租的話 當年也是一樣 2017年帶出來的 那一樣是這個購入價格是1.5萬元 那是不是請陳老闆幫我們見價一下 這個到現在 我的看法 應該價值是多少 我覺得 我剛看了一下 我覺得這個大概是1萬2千塊左右 就1萬2千塊 所以是差不多的價格 是 這個行情大概是1萬2千塊 因為他金絲楠的絲紋 非常的明顯 所以我很欣賞 如果不夠明顯的話 都是1萬1萬元以下 這大部分是小品 但是那個大件的話 其實是 大件非常少 早期的時候 其實之前很多那種 山老鼠什麼的 然後到山上裡面去挖 然後去把那個樹把它砍下來 大部分很多都砍完以後 就把它做成這個 就變成這樣 聚寶盆 聚寶盆 這個是什麼 這是檜木的陰塵 這個檜木陰塵 檜木有味道嗎 已經比較淡 非常香 我覺得牛樟那個味道比較淡 因為牛樟的味道是比較霸氣 這個檜木的大概好像 85%應該都被我買走了 這個都被你買走了 這是台灣紅筷嗎 我是喜歡它 對 全部就一起買 結果它偷偷的留了幾顆 沒有裂掉的 它就加工 加工去賣 後來我知道 我又跑回去跟它買起來 但是我問了它 它已經賣了1、2、10顆出去了 我又把它買10、50顆回來 是... 也就是說 不是全部都是在你那裡 因為Danny Way也有 因為它賣我一大批的時候 它其實已經 偷偷的留了幾根在那邊 是... 你知道嗎 我細看的時候 我覺得它很像那個 它很像那個牛膝的那個 牛角的那個 鮮的紋路 紋路跟那個材質的質感 已經有到那個質感 有那個透度 對 有那個透度出來 這個透度 很特別這個 所以鮮的感覺就很像玉這樣 因為這種檜木 到了這個河床下面 幾十公尺以後 因為它跟泥巴 砂石混在一起 就會呈現這個顏色 會呈現這個顏色 所以它那個油 其實就是讓它光的 對不對 它出來的那個油質 會讓它光亮 這個很漂亮 這個是很漂亮 像我去雅安去看 我們去買那個木材 通常如果它沒有放個五年八年 上了雕刻品 很快它就裂掉了 是 而且避遇性的話也有差別 一定要放很久 一定要放在那個禁閉 然後陰暗的地方 大概放個三五年 陰桿 所以葉大哥這個已經放幾年 出土之後放幾年 出土是1998年 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了 可是我雕刻 早期雕刻一個東西 也是會裂掉 這樣的原木能漸價嗎 這種原木沒辦法漸價 所以在買這個木頭的時候 通常像這種原木 要買就是要買一整顆 通常會比較好 我不太建議 那是我們在地 因為歷史的因素 我們買了非常多的木頭 所以那個是一個習慣 不好的習慣 一般你家裡在豪宅 你買那麼貴 你也放不進去 沒有地方放 就像我梁婷 有一個1500年紅筷的桌子 可以坐十幾個人 我要隨便送人 人家都還不要 放不下 他要怎麼樣拿進去那個家裡 對不對 一個四盾 一個桌子四盾他怎麼放 他沒有辦法放 所以就像那個秦大哥說的 你這些拿了那麼多的木頭 他應該把它上架利用 找一些有名的師傅 把它做成成土 現在是有 可以增加它的一個價值 有時候還是滿心痛的 有名的師傅那個價錢是 很高 說實在的話 家裡面如果有這一些木頭的話 讓它變成藝術品 藝術品會比較好 不要變得很俗氣的藝術品 對 比如說巨寶盆 他有時候說有巨寶盆 你看那個大陸人很喜歡買的 他每一個人都要爆一個巨寶盆 你還這樣說 就是我會想要的 解釋 你如果是一個人 那個人都要不動 就這樣說 等到時 解釋 待到你 有些人都要 除此 外面 因為